世界 就這麼淡淡的過去 你 人記得十年前的自己嗎 曾和喜歡的人走過 曾和喜歡的人看過 怕走過 看過的回憶 跑在牢後 卻逆飛飛 會有什麼在前方等著我呢 卓卓不欠 探索意義 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表現 現在看到的事故 現在遇到的人 在分雜宣草之中 人會 驗完前方 這十年後的自己 現在的你 收穫了幸福嗎 還是說 正曾經在悲傷之中 默默地扭著眼淚 相比在你身邊 依然有拉不變的存在 未能察覺的你 依然在被守候著吧 過去和未來 都不重要 重要的 重要的是現在 勇敢地去追求 你想要的幸福 希望未來的你 依然快樂 平淡而溫馨的日子 平凡而沾實的幸福 智能的文字 清澀的感情 都是我們成長的點點滴滴 思緒停留在記憶的 餐寢之中 時間 卻毫不留情地閒下推動 是否會有那麼一天 我 能夠回首 繼而單年 託付在我背上的那一場夢 這十年後的我 現在的你 喜歡上的誰 還是仍舊受著不變的思緒 依然喜歡哪個人 不過 在你真正愛上某人之前 現在的你 是否能夠說出 喜歡我自己呢 十年後 當我再次回顧 那些並不成熟的記憶事 那些陽光般的憂傷 那些陰霾後的歡喜 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必定 是美好 還有珍貴的回憶 你所真愛的人們 依舊在重複著平凡的日子嗎 還是已經淋滅而去 踏上了客製的旅途 然後在無數的相遇 無數的離別後 你是否比此時的我 變得更有魅力了 請珍惜 所擁有的一切 這十年後的我 這裡是外拍895002 我是主播小金 感謝你的聆聽 這十年後的你 還有我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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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